中国海军作为我国麾下的王牌部队拥有上百艘主力作战舰艇 其中就包括两艘航空母舰 还拥有055 075 052D 054A等多艘先进舰艇 此外呢 075作为我国海军的新锐属于一艘两栖攻击舰艇 排水量大约在4万吨左右 最高航行速度可达到20节以上 此外呢 还能搭载数十架各种类型的舰载直升机 而且还配备了极为先进的防空系统 最重要的是 该舰艇大约能搭载上千名官兵 如果有特殊需要 可以与071相互配合 将一个师左右的兵力投放至指定区域 因此呢 这样一艘舰艇整体性能直追轻型航母 此外呢 075首舰海南舰已经服役 为此呢 也让外界将其与美国麾下的黄蜂级 和美丽千级两栖攻击舰进行了比较 其中呢 黄蜂级属于美国麾下 首款采用整合式电力推进系统的作战舰艇 可以搭载4架CH-53运输直升机 12架CH-46运输机 6架AV-8B垂直起降攻击机 和2架UH-1N通用直升机 满载排水量是大约在4万吨左右 最高航速达到了24节 而美丽千级作为一艘在2014年服役的两栖攻击舰 造价达到了30亿美元 采用全贯通飞行甲板 还拥有全新的柴点联合推进装置 满载排水量大约在4万5千吨左右 最高航速大约在20节以上 当然 美丽千级还配备了两具7万制动马力的LM2500燃气涡轮发动机 可搭载F35B垂直起降战机 鱼鹰直升机 海鹰搜救直升机等多款型号的飞机 因此 这一艘舰艇的出现堪称是美军麾下的王牌装备之一 可是与中国自主研发的两栖攻击舰相比 黄蜂级显然略逊一筹 毕竟我国的075无论是搭载能力还是投送能力远在前者之上 为此也可以说 中国研发的两栖攻击舰与黄蜂级相比 可谓是不相上下 甚至有望超越黄蜂级 为此也让美军自叹不如 然而 与美国海军最新的美丽尖级相比 075的实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毕竟前者除了搭载先进的动力系统之外 同时也拥有搭载五代隐身战机的能力 这一点是目前075所不具备的一点 可是 我国被075配备了直通式甲板 意味着该舰艇在未来或许会拥有更加先进的舰载机 同时 种类也会有所改变 最重要的是 随着海南舰入役之后 也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而且 海军部队的战斗能力也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最低让西方国家都羡慕不已 谁都没有想到如今的中国居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